与球市竞赛,日媒分析场馆这项因素将成代资颖夺冠优势世界球后代资颖市竞赛首展开门红,并写下国际赛30连胜记录,朝著市竞赛首金目标迈进。 日媒日前也分析中国南京场馆,而这一项因素可能有利于戴资颖。 本届市竞赛在南京青澳体育公园体育冠军办,场地可容纳2万人,空间感媲美NBA等级场馆,属于大型比赛场地,而这座场馆较无风向干扰,选手也感觉不到风。 日媒认为非常适合善于杀球和连续对拍的选手,对日本选手相当有利。 不过这两项也是小戴所擅长的,只要能熟悉场地特性,做出适当调整,一定能发挥所长。 戴资颖是本届夺冠打热门,日媒也对戴资颖的,怪力,相当好奇,认为她提醒娇小,力量却很大,小戴则解释,小时候打球就算是比较有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